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兔鱼的频道 今天我们找个牛逼的法治 只要你通过脱发等关键词 立马就会有持发的广告 自动推荐 再加上现在很多明星 每次都做了发自剑移植 看到我们秃头心的乐乐意识 于是兔鱼就在三年前做了持发 之所以我忍了这么久 没有跟大家分享 是想要观望一下 持发的效果跟持久性到底如何 如果你也有发自剑后遗啊 大光明顶啊 火罗包蛋 等等 有强烈的做持发手术的 想法的一定要看完我的视频 这次写定 进来的小伙伴 记得点点你的手指 一键三连 你会发现一个宝藏模主 做发自剑移植 兔鱼的脑门长这样 我现在的脑门给大家看一下 早这样 是不是还是很大 但是好一点啊 我经常就跟我们家矿金刺潮 咱这个脑门就是反光性能太好了 人家45度点拍到最好看 我45度点半个连圈 是大脑门 人家拍完上是披下巴 我拍完上是屁脑门 这个拍视频就不好操作了怎么办 然后我当时就约了上海一家医美机构 来做了这个发肌线移植 发肌线移植到底是什么原理啊 有些人以为发肌线移植 是把医院提供的新鲜毛囊移植到你的脑 你们想多了啊 皮肤移植你们知道吧 就是把我们身上其他部位的皮肤 移植到坏的地方 而我们的毛囊一样的 同样是取自你身体其他部位的毛囊 不管你是发肌线缺毛 还是头顶缺毛 基本都是要从后脑勺这个地方来取肿的 医生会用战业的仪器 将头发毛囊周围部分的组织 一整块切出来 然后移植到毛发缺湿的部位 取肿的毛囊还会长头发吗 不会 毛囊它不会再生的 取肿的地方就变成了红地了 种子都没有了哪里头 说得好听一点叫你只说得难听一点 那这叫开东墙赌西墙 啊我的后脑勺不会脱吗 医生会在你后脑勺会均匀地 分散地取毛发 也就是说你后脑勺那块区域的头发 会比以前稀疏一点点 但并不会变突 我设计这家机构他们说 比普通医院选取的后脑勺的范围更大 说是这样取毛囊就分布得更加细 更均匀 等你后脑勺头发重新长出来之后 就不会明显哪里变少了一块的情况 还说他们用的那个机器 也是比普通的医技更高级的 T恤这个组织会比传统的直径小 这样伤口也小就会不快 Hella 处脑勺新头发重新长长又是什么鬼 你没有听错 取毛囊前是要将你处脑勺头发剃光的 以上画面非常可怕 胆小乌乌 Hello It's me 看到这个你们还想吃饭吗 你这个手术结束后回家 母少大人以为我进行她脑部手术 乱风惊恐 我告诉她是做了吃饭 她愣是不行的 那堵姨妈弄骨头发不子弄的样子 多觉得啥毛病啊 大姨妈就是妈妈的姐姐啊 人家其实她是带了一个 蒸发的假发便 不是一回事情好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现在讲 那后面我都剃掉了头发 过多久能见人啊 我在家足足够养了一个月 见不见人倒是其次 我更害怕的是没有把这个移植的毛囊养活 出门怕她被疯狂 又怕被雾霾污染 那只金子还要金贵 根据我的计算 一个月头发大概长成一粒粒 给你们看一下一个月之后的后脑勺的情况 跟男人没有什么情况 这男人都没有那么吓人 不过头顶她其实有一部分的头发 是可以这样放下来遮挡住的 基本上一个月之后 你就可以出去见人了 但是我建议你带你帽子 以免你头发被风吹起来 那外面太美了 大家自己脑股啊 只是发的毛囊存活率高不高啊 每个人的身体的情况啊 毛囊活力啊 后期保养啊 还有机构用的设备啊 医生技术 都会影响毛囊的存活率 那我们去医院咨询的时候呢 医生他会先给你做点查 看看你这个毛囊的质量啊 需要移植的面积啊 再决定要取多少单位的毛囊移植过去 然后还会告诉你 大概的存活率有多少 我个人的情况我给你们看了个前后对比 自己看效果怎么样 我当时是设计了一个小美人肩的发际肩 但是实际上现在 阿里队的美人肩 阿里队的啊 哪里还有美人的样子呢 就好像有一点要有了 但是没有那个肩 客观来说 跟我没做手术之前的这个发际肩位置相比 整体还是有很大变化的 尽管我现在还是一个大脑门啊 所以呢 如果你也要做美人肩 考虑到这个存活率 我建议你把这个肩肩 弄得还是稍微明显一点 肩肩太小了 随便掉几根就没了 哪些人都特别干净 不要跑不要跑 你不用执发 不给你执发 如果你脑袋是很大一块 都没有毛毛了 即使从这个后枕部 分散着取毛囊移植过来 也很难把缺失的一大块 一个比较合适的密度覆盖 再沾上后续 它总会有一些没有存活嘛 我觉得应该会有点稀稀拉拉的 并不好看 尤其是 雄激素性脱发的人群更要谨慎 在脱发期 疯狂掉发的人群 也不太适合做医植 斑痕体质的也不太适合做吃饭 因为它这个创口面太多了 有一定风险 头皮烫伤啊 烧伤啊 你要等头皮皮肤愈合之后再考虑 还有斑秃的人群 建议你官网一年 如果你掉落的区域 一直没有长心头发出来 你用生肝产品也没有效果 再去医院看 因为斑秃它很多是可以自愈的 你不要急 还有一些不适合做外科手术的人群 也是要解释的 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年纪大的也不要走 撇开以上种种因素 就我分析下来观看啊 阀气线是靠后的韧群 相对比较适合做吃饭的 因为这块区域它并不算特别大 然后有这方面困扰人呢 它的后整部 只要不是太细的 都是成功医生力比较高的 你后悔做吃饭吗 做手术时我是非常后悔的 因为吃苦多了嘛 手术说尾时呢 又发生了我没有料到的一个痛苦 这个我下次再说 大概过了半年时间 我后面的头发也长出来一段了 前面的心头海呢 也开始了焕发生机 改变了我的过大的导门了 我才开始觉得之前受的苦衷 有点回报了 目前看来达到的效果 算是在我的预期范围内 我也就不后悔了 希望我今天这期的分享 能给想吃饭的小伙伴们 一个参考 也给一些好奇心宝宝们扫个忙 大家说了这么多 我的三连可以安排了吗 那下期的视频 我会给大家分享 吃饭的手术过程 和术过的恢复情况 记得来看哟 拜拜